超過20個黑衣人 手拿棍棒不斷敲打工廠鐵捲門 一旁還有人用手機錄影 來喔 我給喔 快點 快點 好拍 好拍 雜電事件發生在屏東萬南鄉 2號晚上10點左右 在88快速道路橋下 突然聚集一群惡煞 店家的鐵捲門跟機車 都被破壞 黑衣人打完就落跑 我覺得這件事太誇張了 你還要跑到我家抓人 都抓到我要讓我行的 黑衣人的目標 其實是一間製作花牌的工廠 專做廟繪生意 因為花牌價格 雙方先在群組上面互嗆 對方調侃言姓男子真會做人 男子直接回嗆沒花 就跟花農用哭的 誰也不讓誰 就是出現消價競爭 對方直接料人 狠砸店家 已經初步釐清 是雙方因為經營發電的生意 衍生的一個糾紛 來造成揮損 揮損的一個情勢 本案已經依刑法的相關罪行 移送的地點數來蒸霸 被雜電的嚴姓男子 還被威脅要把他打死 嚇得連電門都不敢開 警方目前已經逮捕到 教唆雜電的主嫌 但是除了價格糾紛 還是有其他原因 警方要深入調查 記者張春華 劉怡婷 評論報導